哇塞 给我站住 你这个混蛋 你瞧我爸爸 还骗我 害得我爸爸 妈妈现在要离婚 这是你的末东西 不要还给你 我恨死你了 你要再跟着我爸爸 干杯了 没错 请一 零 零 一 跑到零 没错 跑窗口 换你 你看这个手续 能不能先不办 再考虑一下呢 给我点时间 我保证能够 证明给你看 现在说这些话 已经没有意义了 拍照片在那边 去吧 撑倒车 哎呦 老远都不停了 给我找了 赵总 您好 拍什么照片 两村带人找一婚友的 你们随先来 往左边坐一点 好 左肩再低一点 这边头发弄一下 这边的 这边的 不是 那个这儿 这儿 这儿 好了 好 看这里啊 好 一 二 三 好 这位男士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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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好 这儿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喝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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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这边的总经理 我姓许 许总 好好叫叫你的员工啊 这小姑娘佳佳的 这人情骨头不能清 你说你这卖人的还是卖车呢 真是 您真幽默 我们当然是卖车了 但是卖给两位更多的是一份保障 和一份人 你别说你的保障 你这什么保障啊 大厅这么多人呢 谁都不笑就对着我们老公笑 什么意思呢这是 没有 没有 对不起 太太有可能那个 你坐下 对不起 对不起 太太 那个有可能这位小姑娘刚刚来她误解了 关怀的意思 她有可能有点关怀过度 但是在这里 两位 那个我 我看您 您的丈夫非常的质感 我先给您的丈夫推荐一款我们新到的GS 许总 许总 非常符合你丈夫的期许 今天咱们不说车的事 我今天心情特别的不好 我们改天好吗 老公 我们本来不是想订五辆车吗 往家打电话他们不用来交钱了 我们换个牌子干嘛要在这儿嘛 我给两位大折扣 两位 我一定给两位大折扣 老姑娘 卖车就好好卖车 别惦记着在贴袋什么东西 老公 走人 要不我先带两位去试驾 别别见你 别别见你 你坐下来 喝点咖啡 两位 我还不是用眼睛 喝点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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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 喝点咖啡 喝点咖啥 喝点咖啡 你给我站住 你这个混语人 你瞧我爸爸还骗我 害得我爸爸 妈妈现在要离婚 这是你的末东西 不要还给你 我害死你了 你要再跟着我爸爸 你干边了 老板我去驾斗大军 我放开我 你看 找他换战杖 我放开我 我要和他驾斗大军 信不信叔叔把你 带到派出所去 放你 你信不信 我才不信呢 你不信 把你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给叔叔 我不该 那我真的叫警察来抓你了 我又没办法 警察就抓不着我 你没办法 那你刚刚的行为算什么 我伸张证业 证业 坐 现在叔叔就好好跟你讲一讲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 故意损毁公司财务 会被拘留五天到十天以下 罚款五百元 像你这样 极其恶劣的 极其严重的 会被拘留十五天以上 要罚你们家一千多块钱 你知道厉害了吧 把你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给叔叔 你能别告诉我爸妈吗 那不行 那不行 我给我小医大电话可以吗 也行 半个月了吧 有半个月吗 有了 怎么了 你这头发今儿给你好好弄懂 黑伟胸 我跟你说 你知道吗 我这一天接二十个电话 他得有十个 不是那卖房卖车 就是卖保险的 特别的烦 怎么喊不及呀 你拨的不是假号码吧 我经常给你打打这个号码 我喊不及了这个 那用叔叔的手机给你小医打好吗 好 你手机装个手机管家 很多号码都是别拉起号码 别好想 是吗 嗯 你给我装你了 怎么又是这个 还是不接 这是同一个号码 是不是找你有什么急事啊 喂 苗苗姨 你快来救我 啊 多多 你今儿是不是闲得没事干啊 又拿你苗姨打茶是吧 你们家赵明奇同志和苏冉女士又革命去了 这谁电话呀 中点工的吧 不是的 苗苗姨 我被4S店的许总给扣下了 你在4S店干吗 我来打那个坏女人 那个 你没事吧 多多啊 没事 苗苗姨 你快来救我 行行行 等我啊 苗苗姨 千万别告诉我爸妈 我知道 我知道 那个 别让他们欺负你啊 你苗姨这就到 快帮我 送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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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一起去 我给你一起去 等我啊 等我啊 多多 打完了 你说那么严重干吗 叔叔又不是绑架你 你把叔叔店里的花瓶给砸了 那 要不要喝一杯果汁 您是赵明奇先生 您是苏然女士 是 这个离婚协议 都是你们双方认定的吗 是 你们双方是自愿离婚 那你们的孩子赵远 归女方直接抚养 对 房子 财产也是归女方 对 债权债务 归男方 对 那你们这个离婚协议 有不修改 没有 看见一个小孩了吗 这么高 在楼上那个许总办公室 哦 哦 你送谁呢 小一 你们什么情况啊 你们还扣留小孩 把你手拿起来 您一定是家长 小朋友在我们店里胡闹 还打碎一只花瓶 我没胡闹 我是送那个坏女人的 斯蒂芬 你帮我把多多姓带出去 来 多多给我回去 多姓 我得送那个坏女人 喂 现在事情还没有解决 等到事情解决了 小朋友就可以回家了 不就是赔钱吗 赔你不就行了吗 有必要当着孩子面说吗 多多 你跟斯蒂芬叔叔 先出去玩一会儿好吗 苗苗一会儿找你 我得做那坏女人 乖 乖 乖 先下车 走走走 乖 拜拜 多多 好 走 这个是花瓶的发票 一万五千八百八十八 金字住的呀 那么贵 申请离婚奔记真名书 各位填一份吧 你们在签离婚协议之前啊 请把这句话填一下啊 别打了 多多 多多过来 喂 对不起 小高我现在趁忙着呢 段姐 放开我 对 你们多多去了 那个女的CS店 CS店 CS店 对 我刚才在一块呢 打他我 打他 对 他肯定是去找 那个女人的 你们要不要在里面处理 我陪着多多 你别着急 好 我马上就过来 多多在CS店 他去那干嘛 对不起 我们今天先不办了 好 孩子有点紧实 我们明天再来 孩子有点情况 最后你们不要过来了啊 拆购 对不起 我 你可不咬